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做直投债 很夯耶 要升为市场新虫 主流 我想问为什么直投债现在如此之夯 所以任何投资有优势也会风险 到底优势风险各在哪 专家为您做说明 就在今天为您邀请到原大证券 国际金融业务部协理唐玉珍 玉珍你好 瑞涵好 大家好 今天的节目要帮大家问什么呢 先解释一下今天的内容 三种方式 一 投资的不相同 债也有分 债券的问题要问 问二跟问三 先把一 瑞涵给您做下报告 债券一投资方式 这您看有所分类 第一个直接投资的 投资人直接布局海外债 叫做直投债 第二种间接投资 透过第三人帮您投资 透过谁呢 透过投信基金的经理人 帮您去布局债 这叫做基金债 好了基金债又分两种 主动型的债券型基金 被动型的就是您常常在黑板当中 看到的债券型EDF 因此呢 预贞请上来 直投债 债券型基金 债券型EDF 预贞要帮我们比一比哦 操作标的啦 各自优势啦 适合什么族群 还有市场的新宠 叫做直投债 请问直投债 为什么变成宠儿呢 优势操作以及风险 都得要关注 所以直接破题讲 请问 债券一投资方式 分直接跟间接 没错吧 没错 那我们直接来介绍一下什么是直接投资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直投债 直接投资海外债 那企业所发行的海外债券 例如像苹果公司或者是福特汽车 为了筹资在美国所发行的公司债 投资人在台湾就可以直接投资此类的海外债 我瑞涵直接投资海外债 就叫做直投债 没错吧 没错 好 那间接的呢 间接投资有分两种 第一种是主动型的债券型基金 第二种是被动型的债券型ETF 那我们现在来画白板 对 通过白板讲这么一话 您就知道了 这是你我投资人 我们现在呢 要透过第三人去买债 所以呢 这都叫做债券型基金 债基金呢 我先写了债券型的基金 刚刚呢 待会儿郁珍还会跟大家做一下说明 债券型基金又分为主动型的 郁珍有说 包括了被动型的这两种 但是呢 主动型跟被动型呢 同样都透过了这个 是基金经理人哦 我先写哦 投信的经纪经理人 来帮您进行操作 帮我换红色 因此呢 同样这个间接投资债的 分这两种 主动型跟被动型 先请郁珍教大家 什么叫做被动型的债基金 好的 那被动型的债券型ETF 之前瑞涵也有跟我们讲过 其实ETF本质就是基金 基金经理人 只要追踪一个指数的绩效 就可以了 那指数 它编制会有 它可以购买债券的条件 是 还有权重 还有其他 等等的 等等的条件 权重 好 例如 00719B 元大 美国政府 一到三年的这个债券型 ETF 那它就是很清楚的 你就是基金经理人 就是去买一年期 两年期 三年期到期的美国政府公债 就可以去复制00719B了 玉神讲得真好 我再把它归纳一下 什么叫做被动型的 因为这个基金经理人 他不能够自己挑 他现在要挑的公司债 是依循的公司债 或者是国家政府债 是依循的这个的指数 里面到底纳进哪些公司 或纳进该国家政府的几年债 什么的条件 纳进来 他的布局只能够是这样条件下的 这些的标的债 没错吧 没错 所以才会叫做被动型 但是呢 帮我换黑色 主动型的 如果您天天看 理财最前线的 债券型主题节目 你就知道了 主动型来分两种 哪两种呢 因为呢 这个基金经理人 他可以自己帮你挑 我说的是他来决定 他自己帮你挑 什么叫做好 分两种 如果他觉得呢 A公司发的债 不错 B公司发的债 也很好 C公司发的债 也很优 他买的就是ABC 那就是一般的主动型的债基金 可是呢 另外一个基金经理人 他不是哦 他说如果只有这种ABC挑 太过单纯了 我要避险呢 那如果另外一种情境 这幅公正也不错啊 因此呢 这个基金经理人 他现在挑的ABC一组 他也会帮你挑DEF第二种 第二组的子基金 可能是避险用的 或者是呢 XYZ这三种 这个都叫做子基金 三个子基金 再把它包成一个大的基金 散型基金 散还记得吗 把一把散打开了 里面不是很多的骨盖吗 所以包了很多的子基金 叫做散型基金 这个一般型的基金 跟散型基金 都叫做主动型的债基金 由头线的经理人帮你挑 刚预生说的 头线基金经理人 追踪指数的这样的一个债基金 这叫做被动型 这样理解了吗 完全知道了 好 清掉 接着我们就要超级比一比了 吃头赛 还有主动型的债券型基金 跟被动型的债券型ETF 帮我们比一下它的差别好吗 那我们先看到 直投债的一个部分 它投资方式 当然就是投资人自己选择 他喜欢的这个标的 债券型基金的话 就是经理人主动式的一个操作 债券型ETF 则是经理人被动式的一个操作 在管理费方面呢 因为直投债是投资人自己选择 当然就是没有管理费 那债券型基金 市场上的管理费大概是落在0.7%到1.2%不等 债券型ETF则是落在0.2%到0.6%不等 所以这个是比较便宜对不对 对 因为它被动式 好 投资管道呢 在投资管道 我们这边一定要提醒投资人 一定要在台湾合法的金融机构来做开户 这样的投资才有保障 就像这些管道大家参考看看 那优点呢 好 直投债的优点就是买进的时候 你的投资报酬率就确定了 而且你必须买进并持有到到期 投资人今天买进一档T公司所发行 5年期的公司债 票面利率是5个% 那就是未来5年 他每一年都可以收到这个票面利率5个% 那到到期的时候 就可以拿回他投资的这个票面的这个金额 全数的拿回来 所以他其实整体来看 投资报酬率是最稳定的 所以难怪你会讲说投资报酬 债息跟本金就确定了 但要持有的到期 好 我们来一个白板 因为这个观念之前也讲过了 如果您今天布局的是一家T公司 然后呢 它是5年期的 没错吧 然后债息 债息呢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票面利率 是5% 假设呢 我们买这个债 它的本呢 本金呢 是100的话 那就是第一年 二三四五 你看5%那不就5 每年是 这个是习哦 5块钱的这样个习 到最后呢 换红色 最后领到的就是 因为是5年嘛 所以5乘上5年 这是5元乘上5年 所以这边呢 是25 再加上你的本 100 这样加起来是125 就是您所谓的 它的现金是稳定的 放到到期 习照理本拿回来 没错吧 没错 就是这样嘛 正确 好 那是所有布局 只要我是放到到期 几乎都是这样的方式计算 是的 好 那清掉之后哦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追了 因为呢 如果今天 值投债 它的优势了解 那么这种主动型的债券型基金 跟被动型的债ETF 它的优点呢 好 那债券型的基金呢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门槛低 单笔1万台币就可以投资 1万台币哦 是 那定期定额 只要3000台币 也是可以做投资的 所以呢 它的这个门槛比较低 所以小资组都是非常喜欢 值得最少要多少钱 要30万台币 所以这30万台币 对 如果小资组就要考量这种 债ETF或债券型基金 1万或3000台币 对 都可以 没错 刚领完红包 小朋友刚刚好 可以帮自己的红包加码 对 请公民参考 那债券型ETF也是门槛低 对 ETF本身 就包含 它要追踪指数 指数里面有包含很多党 不同的债券 那相较于 值投债 单押一党海外债的话 它是更可以分散投资风险的 对啊 因为你标的多了嘛风险就分散了 没错 OK OK 所以端看你的属性对不对 是 端看你的个性 端看你的风险考量 甚至年纪等等 还有包括你的钱多或少 所以预先教大家一下 如果钱很多的高资产者 或一般族群小资族 比较没什么钱 但又想要投资理财的 债应该要怎么布局 好 假设是高资产的投资者 我们假设他可投资金额是1000万台币 那我们会建议他资投债的比例要过半 大约是可以来到七成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水位 那剩余的资金则是一半投资在债券型基金 一半投资在债券型ETF 也就是大概是15个percent可以在基金 15个percent可以在ETF 为什么是这样配局啊 刚才有讲到资投债最大的一个优点 就是你买进的时候 你的投资报酬率就确定了 对 会去购买海外债的这些高资产客户 他都是希望他的资产的投资报酬率是相对稳定的 对 但是他又希望可以参与市场的波动 所以他可以小部分的资金呢 放在这个资券型基金跟资券型ETF 再赚到 再赚到一些资本利得的 OK OK 那一般族群跟小资组呢 那一般族群假设他可投资金额是100万台币的话 那我们也还是建议他资投债的比例要超过一半 刚才有讲到就是大概是可以放六成的资金在值投债 那剩余的资金一样我们会建议一半放在资券型基金 一半放在资券型ETF 也就是大概是两成的资金在基金 两成的资金部位在ETF 那如果只有一万两万的这些的小资组也可以投资 那小资组假设他可投资金额是10万台币的话 那我们还是建议他可以一半的资金放在资券型基金 一半的资金放在资券型ETF 单笔投资以ETF来介入 那剩余的资金就用定期定额每个月3000块去累积 投资放在这个资券型基金会是比较适合小资组的一个做法 接下来来问 刚一真也说你看他多数是建议 如果资金稍微多一点点的话 30万以上您可以去布局直投债 真的 现在上海上热烈讨论大家行的就是直投债 直接投资海外债叫直投债 请问他的优势还有风险呢 直投债最大的优势 刚才已经强调很多次 你必须买进并持有到到期 那没有违约 这是很大的一个重点 这样他到期的时候才可以把本金还给你 那接下来有那么多的优点 那债券有没有风险 他一定有风险 那有两大风险是投资人在投资海外债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的 第一个是信用风险 第二个是利率风险 那我们首先从利率风险来讲 债券价格会受到利率的变动而受影响 而且越长天期的债券利率风险越高 我们在去年经历了债市的大震撼 很多债券都大幅的下跌 甚至有些债券跌到他的新低的一个位置 值利率这样 价格这样 对 所以我们要提醒投资人 在购买海外债的时候 你的债券的价格会受到联准会升息而下跌 这就是利率风险 OK 那信用风险 好 信用风险 如果债券的这个发行机构 发生重大事件 可能会导致这个债券的平等下调或者是违约 如果你是去买信用平等CCC等级的这个公司 所发行的债券 光2020年在这个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时候 那样子的公司在违约率就高达47.7% 也就是100家公司 有大概将近48家公司 是还不出钱的 对 他连到期的本金他都还不出来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提醒投资人购买海外债信用 一定要看信用平等 对 那操作策略呢 好 那在投资海外债 我们通常会建议客人有三大操作策略 是投资的一个心法 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 我们一再强调的 买进并持有道到期 第二个 去年在联准会暴利式升息之下 债券价格就是大幅的一个下跌 但是联邦基金利率是两面刃 利率有可能升 也可能会降 如果明年联准会开始降息 那有些债券就有机会 价格是会上涨的 如果投资人这个时候手中握有债券的话 在债券价格上涨的时候 你可以四季 看这个市场环境 然后把它卖掉 也可以争取到资本利得的 那第三 多数的债券都是半年配息一次 如果你购买六档不同月份所发行的债券 这样就可以达到月月领袭的一个效果 是喔 债券半年配那就是一年配两次 对 所以我买六档 每个月当退休这样子领生活费 帮我来个白板好不好 六档 那请问该怎么去挑选那些的债 可以让我月月领袭呢 一年是12个月喔 来教大家一下 好 那刚才有讲到发行月份不同 对 所以我们先从债券的发行月份来看 发行月份 发行IPO OK 月份 好 好 如果发行月份是一月份发行的 那我们来这边去看它的配息的月份 它会在第几个月配息呢 配息应该会有两个月嘛 对不对 对 因为你说一个债半年配 所以一年配两次 对 那配息月份呢 所以一月发行的债券 最快的时候是7月会配息一次 那下一次配息就是1月份 所以它自己的发行月份一定会配 但是呢 不是当月 而是下一个1月份 好 发行月份如果是2月呢 那2月发行的这个债券 它配息的月份就会落在 2加6等于8 哦 8再加6 就是 14 但是一年只有12个月 所以是2 OK 那3月份发行的呢 这是9跟3月 好 4月份发行的 就是10月份跟4月份 会配息给你的这两个月哦 5月份发行的 就是11月跟5月份会配息 换颜色 如果黑色的话 6月份发行月份 来 配息的月份呢 我写在这边 好 好 6月份发行的话 就是12月跟6月会配息 7月份发行 7月份发行就是1月跟7月 你要记住哦 发行月份一定要配息就对了 对 8月份呢 8月份就是2月跟8月 就是间隔6个月的时间 没错 9月份发行 3月跟9月 10月份发行 就是4月跟10月 11月 就是5月跟11月 12月发行的呢 12月发行的就是在隔年的6月 跟隔年的12月会配息一次 所以我如果挑 帮我换红色 我开始随便挑哦 发行的月份 因为我一定要 1到12月份都领席嘛 我想要挑6档 所以6档 我应该要怎么挑6档 是 你可以很简单的 1 2 3 4 5 6 对嘛 对 就这样子这个啦 这样子是一组啦 对 这样子一组呢 你把它对过去 刚刚好就1到12月份 月月领席 没错 这样看得懂吗 提醒您哦 发行月份 配息月份 是搭着看的 所以这么一交 因为都隔6个月 郁珍今天交的很简单 所以把它清掉之后哦 就是要画给您知道 刚刚的下面这一栏 多数债券半年配息 只要你持有6档债券 就可以月月领席 这种呢 对于我们准备要退休 或退休组的 最好布局债的方式 就是这样了 正确 是吗 好 感谢郁珍 非常谢谢您 请回座 今天呢 债第四集节目 学到很多 开始帮您 归纳重点了 第一个呢 散户要问的问题 就是这个 这一圈 以投资方式不同 翻为直接投资 指头债 间接投资 委托第三人 去帮我买债哦 间接投资 又翻为两种 一般型的叫做 主动型 债券型基金 像这种 那么 这种指数的呢 因为指数里面 包什么公司 什么公司 包进来 它是有条件说的 这些的公司 ABC 发的公司债 你才可以买 XYZ 没有 你不能买哦 因为它是被动的 指数包什么 你才能够买这样的债 所以叫做被动型 好了 认识这三种之后 那么我们就来 超级比一比哦 包括了像 投资方式啦 管理费 投资管道跟优点等等 这个您自己了解就好 I care的 我在乎的是 每个人的资产不相同 所以呢 您的债的布局呢 如果您资金 是在30万 40万以上的 刚刚郁珍有建议哦 高资产的 或一般族群 因为直接投资债 叫做直投债 基本款 要30万元以上 所以呢 那高资产跟一般族群 直投债的占比 都过半 稍微高一点点 其他的呢 就是间接投资债 让您挑 预资是建议 那就把其他胜利的资金 再分一半就可以了 用地级定额 平均分配 长时间累计下来 微笑曲线 在这的部分 您也可以看得到 当然了 为什么要这样配置呢 尤其是直投债 直接投资海外债 直投债有优势 优势刚已经说了 投资报酬率稳定 买了之后 5年 得到5年到期 每年领袭 在本金 这些呢 都是优势 可风险 千万不要落掉了 联种会的升降息动作 会牵动着 债的殖利率 债的殖利率 一上 价格就掉 殖利率一下 价格就往上哦 懂吗 这叫做利率风险 当然操作策略 包括了卖进 持有的到期 如果您比较偏保守 像高资产的 就是这样 第二个 看市场环境 争取资本利得 就是刚刚说的 赚价差 第三个 感谢于真 教得真好 发行月份 然后呢 去买那种债 一年配两次的 半年配一年 不就配两次吗 所以呢 发行月份 对过去的配息月份 如果你买 1 2 3 4 5 6 发行月份是这6个月的话 1 2 3 4 5 6 各自6个月 那么您就可以想到 第二月领袭的 这样一个机会存在了 退休族 这种是最在乎的 以上的结论 请问玉珍 正确吗 正确 感谢您了 今天呢 在的第四期节目 希望给您满满的收获 那么明天呢 明天就要拉回到国内 关心台湾的不动产 没想到 好像今年 我们的不动产 看法依旧悲观哦 我想知道 到底为什么呢 明天找答案